第112 112 我们这个叫做法币 什么是法币呢 就是你的头发 当然是处处独有 你不要找个剪个假法 剪错 当然有的人假法是真法做的 那还可以 因为头发味道很臭啊 很臭啊 这个 经方里面呢 我们有用到 头发 用猪油 猪膏 头发 把它尖在一起 猪油在锅子里面 滚的时候 头发 就没了 就烧焦了 按照张仲敬的时候 猪黄 所有的黄胆 不管你什么黄胆都可以治 你这样子看就知道 头发多厉害 头发呢 我们有一个叫做血之鱼 头发为血鱼 对不对 你烧锅以后 它就血鱼炭 那真的不好吃 你不相信你把自己头发 剪一剪吃吃看 一定要治过 要油炸锅再吃 你用头发 你用头发如果是生了 把它吃下去 不得了 它在里面消化不掉 头发很厉害了 消化不掉就把腸子打在一起 结在一起 很麻烦的 那当然还是有方法了 过去孙思苗 如果孙思苗呢 用酸菜的卤 酸菜 你腌那个酸菜的卤 有没有 孙思苗用吐发 清不出来啊 那个发结在里面 酸菜拿起来 一喝保证你吐 酸菜又酸又咸 又臭 喝下 吐出来 结果吐在 头发结在里面 他过去叫法针嘛 挂在墙壁上 看起来像蛇一样 等一下 里面是头发针 所以头发不好 不好消化 不要随便拿起来吃 那一定要炸锅 到猪油里面炸锅再吃 吃了这个药 力小便 病从小便去 非常的凶悍 非常的凶悍 你看 主治 有没有主治 这个 这个法壁呢 煮 意应切热 滋因而且不热 那个把热去掉 小便不利 有没有 五龙关 就是你水排不出来 去晕血 那如果是 和鸡蛋黄 煎在一起 这很好吃啦 对不对 很好吃 还有一个鸡蛋 能够消积水 当然你如果说 医疗病人有 水肿的时候 你可以用猪油 对不对 猪油水肿会发黄 你不要管里面病是什么 里面水肿会发黄 你拿猪油 头发 没有头发 就要自己剪头发下来 就要把自己头发 剪下来嘛 这个方便炸一下 然后再煎个荷包蛋 给它吃 煎 沥水 那 这个 这个 因为它是雪之鱼 它煎过 碳化过以后 煎过以后 火血化 鱼的力量很强 吃下去 不要几分钟就晓得了 你不要以为 老师这个没什么 很凶悍啊 所以头发很好用 你看朱丹西 头乱法 消瘀血 有没有 指舌头出血 止血 补音的效果很快 支音的效果非常的快 因为本来头发就是 血的渔气所生的 血的渔气所生的 那味道非常的温 心温 心温 苦味 苦又苦